这两行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这一行给mark掉的话 基本上你会发现传递过来的资料会是乱码 因为request端就是从client那边丢上来的东西 我如果没有把它做一个重新编码encoding的话 那输出的结果会是像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外观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上面这个页面 其他的字都是没有乱码 可是接收到的东西会是乱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行主要是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client端这边丢上来的东西 把它转成UTL8 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 最后也要是UTL8 如果这一行 假设这一行我没有给的话 你会发现我把它执行 会变成全部都是乱码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那一行request放出去 就是我要传送资料到client端那边去 所以如果我这边 假设我这边随便写一个资料送出 你会发现全部都乱码 为什么 client端那边 它接收到的资料 那就是不是UTL8 不是UTL8的话 那全部乱码 所以这别注意 这边这两行非常重要 一个是 接收到的时候转换成UTL8 一个是 传送所有的页面呢 不只是里面的参数 还有包含页面上面的所有中文字 所以这边的话这两行是必要的 差一行就有可能会变成乱码 所以这个是处理post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到的细节 OK 然后呢 fone的部分的话 我建议各位也这样 直接也用UTL8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 只要client端那个client端browser 应该现在没有browser不支援UTL8 那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单纯一些些 就比较不会有之前那种中文 中文乱码的问题啦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个sample 当然是宠物的这个sample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这边有一个sample 然后这个sample部分的话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那个土壤上面 放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我这边 我放一个put.jpg 我这边有个图档叫put.jpg 那这个图档的话 基本上 它长得就像这样 就是什么什么技术手册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图档上面 动态的显示我填上的文字 就是把文字 插入到图里面去 也就是图里面本来文字变成图 那这个加到哪边去呢 加在这个图上面去 所以呢各位可以 或者是说各位可以利用那个 小画家自己再产生一个简单的图 然后也可以 比如说我这边用test 你用小画家产生一个图 然后这个图的话也可以 在图上面增加要放的字 我修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建立这个survey之后的话 然后 它弄起来 好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老问题 它会有cash 所以我通常会把那个 这个这个 tomcat把它restart一下 然后再把它重新执行 这边的话呢 记得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nate 我们要打上去的字 然后 这边基本上 我们利用这一个 imagebuffer 这个buffer image 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 先把它读到 buffer 就建立一个物件 那这个建立一个物件的话 就是从 client端去把这个图给 读进来 那读的方法比较特殊 我想各位参考一下 用那个 imageio 点read read什么呢 把client端的getserverlet context 点getresource as stream 用stream的方式把它读进来 那我们这个getserver 这个serverlet context 就是我们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应该是 应该是专案的 路径 我会取得一个路径 那路径 那路径名称的话呢 我就利用这个 getresource as stream 把这个图档给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bufferimage的这个物件里面 暂时先存放在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去处理 怎么样把图怎么样呢 把图加上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我希望 去处理图里面 去处理图里面 要加字的部分的 这相关问题 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graphic的一个物件 比如我这边取一个区 那区的这个名称等于什么 bufferimage.getgraphic的方法 传递过来的话 会传到这个区的物件里面 那里面的话呢 我就set color 那这个部分底下就处理什么呢 处理那个字的部分 那字的部分的话呢 我把这里面的字黑色的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改变的颜色 你可以从这边去修改 另外标凯体 那字的大小的话 字要是出体的 然后字的大小为25p 应该是pt 它的字的pt大小 这边我们其实可以用set font 然后呢最后的话呢 把它draw string 这大小我想相关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jama的官方文件 最后的话呢 在利用buffer里面的draw string 把刚刚我们传递进来的那些字呢 把它写上去 那写的后面写什么 写的后面有个x跟y坐标 所以呢 x坐标呢 我们看距离多少 各位也可以再更改 我这边的话呢 给x坐标是 大概是15 然后y坐标的话是45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在一起 再去针对这个xy坐标去做调整 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 一张图 那xy坐标的话呢 基本上是以这一点 左上这一点为基准 各位可以再去试一下 然后xy 所以最后的话会在这边 会再把字填在这个位置上面 显示出来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一个x跟y坐标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一个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function 一个 有return值 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buffer的image 所以最后把我们自己本身的buffer image 把它return回来 然后利用这个buffer image呢 做一个incode 所以incode的结果之后的话呢 再输出到 front端 就会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这一张图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填录资料 我各位要看到的就是填录资料 这边把它填录一个文字 填录文字之后的话呢 可以在那个图上面 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子 这边比如说我打了这些字 按一个summingquery 最后的话呢 我希望在这个上方 这个图上面 可以看到文字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一题比较难的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如何在图上面 加上文字 那底下会有一个叫getimage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有return 也有return值 return什么 return一个buffer的image 这个buffer的image的话呢 就可以在经过encoder 就是JPG encoder 重新编码过之后的话 那可以在这个输出 一个 一个 重新编码过的一个 这个图档 秀在隐碍端上面 看到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 这边可以看到有个字 输出到这个图上面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这个部分 这个画面再调过来一点点 我没怎么办 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